同好们大家好 华语有家座 我是树根秀木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述一个不同寻常的黑帮题材电影 因为今天故事的主角周朝鲜 他虽依然是一位帮会的成员 然而他内心真正所想要做的 乃是通过选举步入政坛 至于他的终极目标更是瞄准了总统府里 那代表全力巅峰的宝座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便是这枭雄电影《黑金》 在台北一家豪华宾馆的会客厅里 两位西装革履又霸气十足的中年男子正坐在沙发之上 看这样的架势想必是在等待什么特殊的人物 说来他们二人此时也是台北的风云角色 这全都是源于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 黑帮大佬 而他们此行也有一个共同的目的 竞选立法委员 为此他们特意来拜会了台湾的侯部长 此人除了是高高在上的部长以外 更是某党派大佬利益的代言人 这次立法委员的空缺只有一位 因此两人都希望能够得到部长及其身后势力的支持 这红衣的丁老大较为听话容易控制 而那个姿势之中都政筋威力的周朝鲜 却有勇有谋 支持他显然党派获胜竞选的几率要更大一些 其实部长今天也只是来传达党内大佬的意见 支持周朝鲜出来竞选 部长深暗人性 宣布结果之后便马上让周朝鲜准备2000万持附给一旁的丁老大 以便报销对方为了竞选初期所花的费用 稍后两位黑帮大佬共同组出这名为玉书房的会客厅 丁老大自是不满这样的决定 甩下横话之后便不满离去 此时台湾的调查局内部 方国辉组长正在跟自己的上司汇报着一个新的案子 而他汇报的恰恰便是刚刚获取党派支持竞选的周朝鲜 原来坐拥了30亿资产的周朝鲜 手下最赚钱的就是他的非法赌博电玩页 甚至号称可以日赚5000万元 方国辉原本是希望身为老师的上司 可以准许自己对他展开调查 可上司却严厉的警告他道 只准追查周朝鲜艺人 绝对不要牵扯到任何其他的政府部门 接到上级许可的川国辉 马上便带领自己的小组成员前去搜集物证 他们来到了周朝鲜的电玩店 想要探查起的非法行径 原来此处名为电玩 实际上却都是做着赌博的生意 门口中族的豪车 也更是说明了这家店客人的消费能力 方国辉本想打电话报警 举报这里有着非法的赌博行为 可这么大的非法博彩生意 又怎么会没有警方的照顾呢 当即便被警方借机拒绝了 无奈之下 方国辉只能让手下人 以有人贩毒的名义再次举报 没想到等到警方来了以后 原本还是赌博程序的屏幕 马上就变成了电子游戏 这警察大老远的赶过来 肯定不能白跑一趟不是 只见管理人员竟然只是 拿了两个特大的电饭锅箱子 原来这赌场里为了避人耳目 这电饭锅不过只是店里的计价单位 而两个特大的型号 可以在这纪念品的房间里 兑换高达20万的现金 毫无疑问 这一晚方国会等人的收获并不会太多 而此时赌场的主人周朝鲜 却在高尔夫的俱乐部被盲人按摩 纵使身体摆完的不是 周朝鲜宁肯捏碎手中的核桃 也不愿坑出一声 可惜这盲人按摩师难以洞察一切 竟然当面指出周朝鲜甚虚 这周朝鲜又怎么会能忍受如此的屈辱 在给予了其一番惩戒之后 依然不忘将数万现金打烧给了他 数日之后 方国会终于按捺不住 起诉了周朝鲜涉嫌非法经营赌场 奈何审判长以当前的法律条规不明为由 当场就拒绝审理 一向以正义标榜自己的女记者林飞 更是当众向周朝鲜发难 谁知不仅被其轻易花解 更是被周朝鲜的妻子妙香暗中剃了一跤 回城的女记者看到坐在车中欺礼的方国会 特意写下纸条对其鼓励 正义经常迟到 但早晚回到 入夜之后 周朝鲜的妻子正在为今日的胜诉进行高歌 奈何此时因为选举注视缠练的周朝鲜 却实在不觉得这声音有多么的悦耳 因而严肃的对其警告 必须多与其他高官的夫人们好好结交 接着两人便大汗淋漓的锻炼了一场 第二日这善缘山庄里号称善于分身法术的宋大师 举行了灵谷塔的依赖 更是邀请了侯部长的夫人作为主持人 作为一场慈善的活动 自然会引起无数社会名流前来表表善心 而周朝鲜的妻子为了竞选 更是需要讨好侯部长 随后便起身认购了十个灵谷塔 只是原本这底价仅仅只有三十万的灵谷塔 最后竟然是以总数六千万的价格本认购 这便是周朝鲜竞选立法委员所需要给侯部长上宫的政治献金 而此时的方国辉在一番挖掘之后 又找到了周朝鲜新的破绽 原来这周朝鲜同时旗下还有一家建筑公司 更是先前曾与营建署的副署长密会了两次 想必是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图谋 恰逢此时有一位建筑公司老板 因为遭遇了周朝鲜的恐吓而来到调查局寻找帮助 这方国辉干脆决定请其来充当卧底搜集证据 这老板此时自然是一脸的不情愿 他作为一位合法的纳税商人 调查局非但不保护自己 竟然还需要他前去冒险帮助他们 不过最终老板还是被方国辉的美貌所折服 勉强终于答应合作 果然不久之后周朝鲜便邀请其参与会议 除此之外周朝鲜还特意将符合竞标条件的其他八家地产公司 都邀请到了一起 奈何竟有两家公司的负责人迟到了 第一家迟到的公司周朝鲜给足了颜面 可随即就撤去了剩余的一个座位 等到第二家晚到的负责人到场时 周朝鲜大发雷霆将其合退 一举先生夺人助他顺利掌控了整个会议的节奏 他提议将总计十亿元的政府工程由自己竞标下来 然后分给每家500多万的好处费 以避免他们与自己竞标 奈何前来担任卧底的老板首先便不同意 他爆料称周朝鲜早已做好了营建署的公关工作 日后该项目还会增加3到5亿的预算 有了他先提出了异议 紧接着便有两家提出了 他们早已经结成联盟 对于拿下竞标势在必行 更是声称自己的下属们也已经来到了附近 言下之意并不惧怕拥有黑社会背景的周朝鲜 可这周朝鲜又哪是不知进退之人 重新提议每家分得好处费700万元 并承诺退出之后的其他竞标 更是将这次竞标的具体施工 交给了刚刚连组的两家来做 除了卧底的老板以外 其他人全都是拍手赞成 不敢多言一句 周朝鲜很快就看出这卧底老板的电话 定然有着猫腻 对方本想掏出手枪做最后一搏 看到事态已经一发不可收拾 方国辉再也不能坐视不管 迅速赶去救援 周朝鲜也放出了群狗围攻 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没想到这方国辉最终竟然能够死里逃生 顺利的将证据成交给了上棋 已经报道过后更是灵气大涨 这日他在店中看到了那位久违的女记者 二人皆都喜欢宠物 方国辉更是晒了几下自己的三个孩子 分别叫做小礼小邓小辉这一日周朝鲜得到了侯部长的召见 没想到这方国辉的材料 此时已经握在了侯部长的手里 为了安抚民众 侯部长的决心重新提名丁老大作为参选人 对此周朝鲜只能勉强答应 可没想到更让他震惊的缺失 这侯部长以自己截留了检举材料为名 就连之前的6000万政治现金也不打算退回 周朝鲜的心中如何会不明白 自己竟然被他戏爽了 对方本来就没有打算提名自己 分明是故意打算拿了钱以后再找人暗中调查自己 而此时的方国辉也被自己的上司停职休假 原来他暗中调查侯部长的事情被上司发现了 刚刚击毁了失去精选资格的周朝鲜 自己就被撤职 这方国辉如何能够不明白这其中的因果关系 好在期之前的种种行为 让他反而收获到了美女记者的好评 对方更是趁着采访的职务之变 接触到了调查局直属部门法务部的部长 并将方国辉写的密信亲手转交给了他 这日被政党重新提名的候选人丁老大 正在召开新闻记者发布会 不想周朝鲜却霸气的反客为主 在媒体面前公开宣布退党 并决定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继续参与竞选 出其不意的周朝鲜顺利的抢走了新闻的头条 随后浩浩荡荡的竞选造势便开始了 周朝鲜将造势的主意打到了出租车的公司上面 于是将自己其他的出租车都换上了其的竞选广告 不成想一场意外也因此发生 原本只是因为出租车抢客人而引发的口角 迅速就升级成了台北两家大型出租车公司之间的对峙 老毛深算的周朝鲜却看准了这次机会 命令手下们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出租 结果更是造成了全城范围的大拥堵 接着更是命令自己的妻子 今晚一定要去参加警务署长和夫人的舞会 而他自己则装病在家拒绝与外人联系 静静的等待着那属于自己登台亮相的机会 果然当晚出租车司机之间的矛盾愈发激烈 随着城市交通的整体瘫痪 这件事也迅速成了媒体争相报道的头条新闻 一切就如周朝鲜所计划的那样 在众人寻他为我之后 勤务处长只好通过了周朝鲜的妻子前来家中拜见 并恳求其出手相助 周朝鲜终于等来了自己的机会 他穿着睡衣看似极为交际的赶服到了现场 在犹如影迹的演技加持之下 一方面安抚着自己骑下的出租车司机 一方面又慷慨解囊 于是乎这一场吸引了全城骚乱的新闻事件 便如此被其所轻易解决 而此次的事件更是让周朝鲜出尽了风头 与此同时法务部长也将方国辉请来 原来他已经查到侯部长与擅长翻身的宋大使之间 竟然是有着不可告论的秘密 而优国优名的方国辉更是让部长极为的赏识 被他一番康海陈词感动后 决心重新启用他 接着众人在宋大使的身边安满了摄像头 进一步掌握了他的罪证 同时还发现了侯部长夫人来取黑情的证据 他们更是发现原来这侯部长 怕着宋大使早晚会牵连自己 竟然对其已经起了杀心 几位调查局的干员 只能转为保护总大使 以便争取其转座五点证人 没想到在夜市跟踪保护他的众人 却被设下了埋伏 导致方国辉的下属惨死 反倒是这侯部长马上就利用媒体 将这一切都诬陷给了具有帮回背景的周朝鲜 导致周朝鲜只能与妻子大汗淋漓锻炼一番 方才能够宣泄心中的万本酬绪 没想到妻子为了驱散他的烦恼特意给其做了一张老年之后的照片 竟选的势头愈演愈烈 这一日周朝鲜与了金老大的宣传队伍在街头相遇 这金老大干脆就用刚刚被媒体炒作起来的调查局杀人事件 诬陷着周朝鲜 弄得他一时百口莫辩 没想到妻子妙香却在此时为周朝鲜出头 这无耻的金老大又以妙香曾经是五听小语的经历 在众人面前羞辱他 谁想到这妙香竟然口吐妙语 自己这样的身份也已经被周朝鲜改造好了 希望大家能够给他一个机会来改造台湾 没想到这一段话却得到了底下众人的拥护 这周朝鲜是何等的人物 如何能够忍受对方对自己的妻子如此的羞辱 当晚这一向色自当鲁丁老大 并被其派出的巫女倾引人杀 接下来随着周朝鲜名气被媒体炒作的越来越加响亮 终于顺利当选了立法委员 此时方国辉则拜见了热爱晨袍的法务部长 部长表示自己即将辞职 让他马上抓紧时间开始行动 这方国辉自知时间有限 干脆也使用上了非凡手段 竟然直接就绑架了这宋大师 原来此人所谓的翻身大法 只是其和他的弟弟一起出演的一场闹剧 没想到除此之外他还涉嫌贩毒 甚至还勾引了侯部长的老婆 宋大师见状只能认罪 并答应一定积极配合 而这一日地气疯狂的周朝鲜 邀请了其他12位黑帮出身的委员 在温泉开会 琼怀远南的他更是提出了曾经杜月笙所谓的尿狐理论 当今的台湾政府只在需要他们的时候 利用重任去打压群众 等事情解决完了便让他们当作尿狐一般的提开 周朝鲜号召大家解散全岛帮会 转而成立一个新的政党 并立志成为一个新的持政党派 到时候更要参与领导人的大选 他周朝鲜定要夺得台湾总统府的宝座 只是没想到此时 敲装打扮成宋大师的方国辉 竟然偷走了他电脑中的机密文件 里面记载了其所有的行贿档案 接到电话的周朝鲜 这一次是真的动怒了 他这条潜伏在潜湾多年的蛟龙 终于决定出海 只见他从拳中一跃而起 接着更是号召自己的兄弟尽可能的进行围追堵截 没想到这反而是中了方国辉的计策 调查局在公路上安排了一堆的媒体 将周朝鲜手下那群穷凶嫡恶的下属 手持枪下的画面全都拍了下来 而走透部的周朝鲜 只能再次寻找侯部长 希望能够通过政治的力量打压方国辉 没想到这侯部长竟然打算将周朝鲜软禁起来 奈何他终究还是小看了对方 在电梯开门时的一瞬间 一群隶属于周朝鲜的黑衣人下属出面为其解围 而看到平安会来的周朝鲜 这侯部长终于把持不住了 相反倒是知道自己大事已去的周朝鲜 反倒是彻底没了约束 更是不惜杀死了这位作威作福的侯部长 随后周朝鲜决定展开最后一波 他纠结了所有的兄弟与30多辆汽车 企图以发送的方式秘密逃亡南部 奈何方国辉驾驶直升机前来 双方一阵交火 最终击毁了他最后的梦想 影片最后周朝鲜背叛死刑 宋大师与侯部长的副手 也被压卸到了绿岛服刑 完成任务的方国辉与法务部长则双双辞职 支援了隐藏在幕后的党派大佬 则一直平安无事 影片黑金是1997年由麦当杰拍摄的作品 素由麦加班之声的剧组 在拍摄完了博豪与上海皇帝两部枭雄电影后 终于再次推出了这部将背景放在台湾的黑金 之前分别讲述过以上两部电影 有兴趣的同好们可以去看一下 相比于六七十年代的博豪 以及民国时期的上海皇帝 这不在九十年代末背景下的台湾 无疑对许多人来讲更具有真实性 电影全程也算是节奏紧密 让人观看体验颇为的不错 如果说电影里最大的遗憾 可能就是刘德华所饰演的方国辉这个角色 虽然我们都能理解这样的一部电影 可能的的确确需要一些正面人物的存在 另外也更能理解刘德华本人 所拥有的高票房号召力 然而将原本周朝鲜一人独到的戏份 生生死亡成双雄的戏码以后 方国辉那过于光辉 完全没有死角的角色形象 在周朝鲜的面前 就实在是过于的空洞和不讨喜了 电影里虽然一直没有说 是采用谁的原型所编写的剧情 但是剧中不少角色 还是能够轻易找到 现实中与之疲惫的正残人物 比如那位这位跑步的法务部长 不就是那位帅气的小马哥吗 其实类似的黑暗故事 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在发生着 不过能在一部华语作品里 看到如此的现实黑暗题材作品 已经实属罕见 我是树根熊木 感谢您选择与我一起虚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期再会